今天又传出了一起疑似虐童案 彰化有一名才一个半月大的小男婴 不但身上遍布了烫伤跟咬痕 眼睛有明显的黑眼圈 连左肩膀的锁骨都骨折 这名男婴的父亲19岁 母亲也只有21岁 他们宣称小孩是自己从床上跌落受伤 但是彰化县社会局怀疑这个男婴 可能是长期受到虐待 目前已经强制安置 禁止他的父母靠近 小男孩被送到医院的时候 下巴有好几道深深的伤痕 眼睛也被打成黑眼圈 身体躯干全都是瘀伤和被烫伤的痕迹 左肩还有明显被咬伤的齿痕 最严重的是肩膀锁骨骨折 不过时间很久了 已经自行愈合 不过这么严重的伤势 连医师也难以置信 他是比较呈现不安稳 就是没有办法安稳地躺着睡觉 然后会需要医护人员24小时抱着 他才比较有安全感 他会很 你人一接近他 他就会很明显地不安跟哭闹 小男孩送医的时候 情绪相当不稳 显然受到很大的惊吓 医护人员一面安抚 一面检视伤痕 怀疑小男孩受伤的原因不单纯 小男孩24号从彰化送来台中的这家医院急救 男孩的爸爸19岁 妈妈21岁 不过出生一个半月 似乎经常受到大人虐待 尽管父母强调是男孩自己 从床上跌下来摔伤 不过医师认为可能性不大 我们看到的一些伤 有些真的是心伤 尤其他身上有一些 类似咬伤的痕迹 看起来还有牙齿印 还有一些烫伤的 一些旧的疤在身上 男一连翻身都还不会 怎么可能自己摔下来 张化信社会局紧急介入调查 从伤势判断 受女已经有好一段时间了 目前已经将小男孩列为保护对象 禁止父母靠近 而且进行强制安置 警方也已经约谈这类小夫妻 了解平时的照顾状况 如果确定是蓄意施虐 恐将面临法律的刑则 记得林健身彭焕群 台中报导